台湾男族新任英级总教练怀特 记者林郑坤社 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男族在国庆日上演大惊奇 以2比1在亚洲北兹格赛上 逆转击败小组最强的巴林 新任英国总教练怀特 Gary White只知道台湾男族不满一个月 就让男族脱胎换骨 带领男族有一赛4比2胜蒙古 2比1胜巴林 怀特信心十足的说 我看好台湾球员的潜力 3年内要带台湾进世界百大 怀特说 有人跟我说潘文杰是很难控制的球员 你看他今天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 途中局一者为潘文杰 记者林郑坤社 根据苹果报道 43岁的怀特 9月15日正式接掌台湾男族兵服 短短不到一个月就连下两成 怀特表示 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带中国职业队去来接台湾 两年前我带关岛来踢台湾时 就看到台湾球员的潜力 这并不是我能施什么魔法 都是所有球员努力的功劳 报道指出 与先前的日本派教练作风相反 怀特求风自由 训练内容活泼有趣 也大胆启用个性鲜明的球员 例如门将潘文杰一度远离国家队 但怀特说 有人跟我说潘文杰是个big crazy 是一位很难控制的球员 你看他今天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出色 完全无可挑剔 如果中国联赛重新开放内 圆 我希望更多台湾球员都能去中国侠恋 怀特在球员生涯时成绩一般 不过24岁就执教英属维京群岛队 26岁就接掌巴哈马国家队 6年后巴哈马的世界排名就爬升65名 创新高 2012年接掌关岛队 自美国大联盟引进关岛一球员 创下对中华3比0大胜的战绩 关岛的世界排名也从195上升至137名 创新高 去年他在帮助上海申心队在中国甲级联赛保击成功